各位爸妈大家好 相信小朋友的成长是所有家长都最关心的议题 那根据研究在儿童发展早期 如果我们能提供丰富而且适切的环境刺激 对他的大脑的发展也会有相当的帮助 那我们透过玩游戏的过程 就可以提供小朋友这样子很丰富的一个感官刺激 那相对来说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小朋友的一个导步的发育 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 家长可以依照以下的步骤来进行 好那这一题的话主要是针对七岁的小朋友做训练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有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来帮我们做一个示范 那这个题目的话主要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去注意两种不同的讯息 在这样的提醒里面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口语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双重任务的一个挑战 那在这个题目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陷阱 就是因为我们是邀请小朋友看这个女孩抬的脚是哪一只 那这个是比较是跟小朋友站对象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图片的左边的这只脚其实是女孩的右脚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在做题目之前先问小朋友 诶这个小女孩抬的是哪一只脚 确认一下她们能不能了解这种对象方向的一个不同 那在做之前的话就是记得一样就是要阅读我们的游戏说明 还有治疗师的小提醒 好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做这一题哦 那这一题呢就是我们的非秀鼠啊 她来到了巴西 然后巴西最有名的就是森巴舞 所以等一下你要陪她一起跳 那我们要看上面的女生怎么跳 如果这个小女孩啊抬的是她的右脚 你就要用你的右脚在地上踏步 那如果她抬的是左脚 你就要用你的左脚在地上踏步 那你每踏一步的时候呢也要说出这个女生的图片 如果这女生图片比较大 你就要说小要讲相反的 如果这女生图片比较小就要讲大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生 你觉得她抬的是哪一只脚呢 右脚 所以你就要踏你的右脚 那这个女生抬的是她的什么脚呢 右 是右脚 对 左脚 左脚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踏你的左脚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练习咯 好那我们要开始咯 来 小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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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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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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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小 大 小 很棒很棒 那这个题目小朋友练习完了 那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小朋友怎么做起来好像速度很慢 或是说步伐有点混乱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第一个就是他要去做对象动作的一个区别 第二个就是要把大小看到 视觉看到的跟口语输出的 去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思考 所以呢就是家长可以 爸爸妈妈可以让小朋友先练习 比如说只先练习一排 或是我们把活动稍微再简化一点点 就是让他呢就是大小是一致的 就是把口语的这个相反思考的部分 把它做简化 只单纯做动作的一个区别 然后再慢慢增加难度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小朋友在每一次每次的练习 都会越来越进步